今年52岁的刘海云 1989年来美求学 在加州私立的深泉学院 Deep Springs College进行深造 刘海云说 学校办学的其中一个宗旨 就是希望学生能多投身社区服务 而他自己也参加了很多公益及社区组织 包括Fremont福伦社 他也是该社的后任主席 今年初他还被任命为Fremont城市规划委员 而他参选的动力也是希望服务社区 如果他当选 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关注治安问题 所以我绝对不会削减警察的预算 公共安全对现在对我们来说 其实对任何社会和团体来说 都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们不能根据少数一些不幸的事件 就认为我们福利盟的警察局 也有这方面的问题 实际上广大的福利盟的居民 对我们的警察还是相当满意的 刘海云表示 在所有第六区候选人当中 他是唯一得到警察工会背书的候选人 至于汽车报欠案 他认为首先要先改变州府法律 警方才能配合执法 面对Fremont无家可归者问题 他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社会问题 因此需要各级政府协作 利用所有可能的资源来共同解决 Fremont市府已经在建导航中心 不过目前仍处于观察及评估阶段 因为三年需要耗资780万元 另外他也建议向有困难支付房租的租客 派发房屋补助券 避免更多租客成为无家可归者 另一个方案是跟慈善机构和非牟利机构合作 寻求更有效和低成本的解决办法 他也希望能在Fremont的公共场所 例如公园 运动场馆 市中心商家等地方 提供免费无线上网 为民众提供方便外 也鼓励消费者去公共场所 从而也给商家带来生意 这样的话就是使很多各个方面的 各个城市的人都可以利用上网 来得到更多的资源和帮助他们 他们就可以用他们的手机去找工作 去甚至申请更多的福利 至于住房 刘海云说 加州要在2035年之前建300多万新房屋 因此每个城市都面临新房屋开发的压力 尤其是可负担房屋的份额仍没有达标 我觉得最合理的办法就是在 我们公共交通的枢纽中心 这个叫做TOD 就是Transit Oriented District 来多建一些面积很小 所以说他们就可以便宜很多 这样大家就可以更容易地负担起 这个房屋的价格 此外他也鼓励独立房屋的屋主 可在自家院落建附属单位ADU 因为如果建这些所谓的in-law unit 烟清房呢 本身就是土地是不用钱的 他们可以很便宜地就建起来 那这样的话可以大大的增加 这个房屋的供给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 为了支持小商业 刘海云支持降低商业税收 减轻商户的租金压力 并减化许可证申请程序和减少费用 今年是Fremont分区选举后 第六区首次有市议员空缺 除了刘海云竞选之外 还有另外五位候选人 分别是Yogi Chu Teresa Cox Junsey Kalapala Andrew Nguyen Roman Reed 26台记者梁秋玉采访报道